新竹市政府中央路跟府后街口的停车场 在去年106年的10月份动工改造之后 现在的转角处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空间的幸福广场 这个周末刚好是母亲节 也将在府后街转角处进行市集等相关活动 市场认为这个很好的公共空间应该要share出来给民众 而且打破了冷牙门这种观念 好像市府是不能进来的 其实它是一个很开放的空间 那经过设计师的设计呢 我们这个空间打开了 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空间打开了 对面就是美术馆 在过去是228公园 再转回来是停车场 这四个街角转换着一个大广场 市民多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那这个空间我们这礼拜六要办一个活动 就是转角遇到爱 我们会请来30多个摊位 还有三个这个表演的团体 那这个近书母亲节 我们希望大家带着妈妈带着家人 到户外来走走 特别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街角是利用 砌砖的方式是非常特别的 这个旗砖是非常讲究 找师傅来特别研究的 为什么要这样的旗砖 符合新竹市政府周厅 还有美术馆红砖的文化 它是经过非常特殊的设计 不易压坏 但是又很耐久 刚楼并用 所以这个环境跟空间 大家一定会很喜欢 新竹市政府邀请民众 漫步在崭新的幸福广场 一边享受乐团演唱 一边逛甜蜜市集 更安排母亲节大声向妈妈说爱 赠礼活动 欢迎民众陪妈妈到幸福广场 浪漫一下午 在午后感受满满的幸福 凯破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